各位,我说一个事,你看是不是这个理,就是一谈到这种充满个性的车,或者是稍微有点改装风格的包含在内,是不是你第一个想到的肯定就是钢炮或者是跑车之类的,但是一提到硬派SUV,是不是就稍微的车系就有点尴尬了,或者是有点拉胯了,因为选择余地真的是太少了,今天就是跟随我一天,咱们来看看福特列马Bronco能给你怎样的吸引点。 经过上午开这台车,还有体验一些项目,我发现Bronco这个品牌对于情绪价值的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,而这不就是来源于生活吗? 就像我们体验了北京当地年轻人喜欢的新津菜,也逛了大家都想来瞅瞅的前门大街,就像是列马用车场景一样,带你想去一切你想去的地方。 好了,兄弟们,我们现在终于有时间把这台大玩具给大家好好聊一聊,我为什么把Bronco裂马这台车叫做大玩具呢? 因为我觉得它和车主之间的互动就越来越多了,为什么这么说? 因为一般大家喜欢车的朋友们都有一个兴趣,就没人闲的甭管有事没事,倒顺倒顺车。 对,但是这台车,其实大家可以看到,其实它的整体的拆装件很多,所以我觉得您高低拿到这台车的时候,肯定也会没人闲的,拆在这儿,弄在那儿。 所以我觉得这台车跟车主之间的这种联系就会很多。 好了,接下来,其实我想跟大家好好聊一聊这车的用车感受,因为毕竟已经开了两天的时间了,这两天时间其实给我的点,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点是什么呢? 第一点就是,我觉得上这台车之前,你一定得先适用它的踏板的行程。 毕竟这种硬派SUV跟我们普通的家用的SUV,其实开起来的感受呢,还是不太一样的啊。 所以尤其是它这种油门的踏板的这种线性的输出,包括这个刹车踏板的这个力度,所以大家一定要掌握好。 当然了,这也是给您对这台车的沟通,建立一定的信心,对不对? 另外一个点就是说,大家摸这台车之前呢,其实都有一个刻板印象,就是油耗稿。 其实呢,我也如此,我之前摸这台车的时候呢,我觉得怎么着油耗也得15个以上吧,因为毕竟这是一个大玩具,可改装地方比较多,且没有什么在意那些风谷啊。 那么这台车呢,其实呢,这来的时候我给大家配一张图,其实它的这个油耗其实就10个出头,所以这是非常让我惊讶的啊。 这是另外一个像我想给大家分享的点。 接下来呢,我想跟大家介绍一点啊,打开车门看电视啊,可以看到其实呢,这台车的很多的个性化,包括配置很满,怎么说呢? 就是它的可自定义化很强,上面这块看到可以装你的GoPro和一些小的硬件拓展件,对吧? 另外呢,这些地方其实都是土格,大家可以看到啊,而且呢,还是比较老酷的,我的无人机呢,就放在这里啊。 另外一点想跟大家说啊,就是它,你看,我们把猎马Bronco的这个盆给拆了,大家可以看到啊,对吧? 这个装置是什么,大家清楚吗? 这个装置呢,其实它的意义是什么呢? 就是我们之前小时候喝的那个汽水,或者是那种喝酒,对吧? 没凭解的,哎,这块人就有一个,喷一下就起来了啊。 另外,我想跟大家说一下,就是这车可以放飞你的无人机。 哎,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。 当然了,大家都觉得Bronco猎马啊,其实是一个很有情绪价值的一个产品啊。 那为什么它能提升情绪价值呢? 除了用车生活方面的东西啊,它其实呢,还有很多的更多的服务给到你啊。 就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啊,它这边呢,有更多的服务,有一个无人机。 打开这个界面之后呢,它其实可以联动你自己的心爱无人机啊,给自己出去拍摄,拍一个大片。 那怎么实现呢?就比如说,哎,点击这儿,点击之后呢,这块有一个进入飞行界面啊,再点击。 然后我们的无人机就在前面的这一块待命,因为它的整体的机干的是比较平的,所以呢,它也是可以作为一个你的起飞的平台啊。 所以这个设计还是挺走心的。现在呢,这个画面连上了,那其实呢,它的起飞操作逻辑也很简单。 比如说,点击这一下,一滑动就跟咱们日常的手机的iPhone一样啊,哎,一滑动。 看到前面啊,起飞了,这就。 是吧,这都是第一视角,大家可以看一下。 那么怎么操作呢?其实呢,就是通过底下的这个遥控器就可以操作。 现在我动一下啊。 然后,这块就有视角了,大家可以看到啊,因为它忽高忽低嘛。 对吧,所以我觉得,烈马Bronko,它的整体的拓展性不只是它的所谓的这些工具性拆装啊,其实呢,也有很多的类似于这种电子产品的互联,所以我觉得这个产品其实还是挺有玩乐性的。 当然了,你也可以自己啊,去让它跟随你。比如说,点击这儿,哎,选取之后,无人机就自动锁交了。 最后一个点,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什么呢?我觉得就是这台车最大的情绪价值点啊,你想象到很多的钢炮可以敞篷,很多的跑车可以敞篷。 那你想到一个硬派的SUV,它可以敞篷吗?当然了,也有啊,不是说不多,但是这种情绪价值的产品确实太少了。 那么今天呢,我们这台,哎,Bronko列马,这一敞篷开开,和大自然零距离接触,这是情绪价值,你受得了吗?朋友们。 通过这次三天两晚的这个行程啊,我觉得产品呢,不能是冰冷的,尤其是和生活贴切的这些产品。 Bronko列马,传递给我的感觉就像是吃饭难遇到的锅器一样,更有温度,也能像朋友一样,只要你想,就能无休止的陪你风玩。